元,天以不見為元 地以不形為元 人以心腹為元 人,要順應天意 定要逆天改名 元元學會 解開元經 今年短期內已經有三個女高官 跌倒了 首先是徳政施政日華,在倫敦跌倒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三次,而且都是手捕 即是伏了一隻手 究竟是否有甚麼關聯 有沒有關聯呢 堪如學家認為這件事 預示他們未來施政相當困難 由於三個人處於政府高位 尤其是林鄭等於股市的皇后 這句我覺得有點問題 為甚麼呢 為甚麼是皇后呢 即是皇后是甚麼 她老公是皇帝 所以其實 在香港來說是武則天 對 如果用歷史去比喻 有機會是 自身運勢和香港的民生息息相關 故此林鄭腹了 香港隨時被她搗 所以陪她一起搗 哇 如果這樣很麻煩 很大膽 如果這樣很大膽 不小心跌一跌 整個香港陪她一起跌 整個香港倒了 整個香港倒了 對 好啦 真正的實數畫面 其實大家要知道這件事是甚麼 就是林鄭本身的命格 她本身的命格 主要是黑比喻 甚麼叫黑比喻呢 就是平輩 或者跟她差不多歲數 或者是差不多國籍的人士 都會受她所很大的影響 假設她生病 她身邊的人也會生病 她走運 她身邊的人也走運 當是這樣理解 但是 如果出現她跌倒的情況 香港人有沒有壞到呢 如果 只是以錢、銀來看 暫時是沒有壞事 所以 這個論調 由今個十月開始 即將反過來 她越好 香港未必能跟得到 如果她越壞 壞的定義是健康 或者是有些大猛事發生 反過來 香港市民的生活 反而越來越好 那可能要多跌倒幾次 如果是這樣 偉大一點 沒辦法 跌倒媽媽也不認得這樣 真正的為人民服務 如果是這樣 大家留意一下 不妨 另外就是 我忘記想說 我們是否還有一張 關於這件事 其實有些人就說 究竟今年的生肖 各樣那樣 是否有關聯呢 因為今年已經是年尾了 年尾而言 未必有那麼大影響 但如果去到明年 那樣的關係就很大 因為本身 如果大家有留意 就是 林鄭上場之後 香港人的生活 節奏等等 都跟以前很不同 你說不說 是 尤其是 我想這幾年 香港人經歷了很多事情 所以 如果 今年來算 因為 有些人就說 他在謀求 一個 退休的 一個答的食 會不會這樣弄傷 所以順勢退休 那很多人 其實他有一些 不想做 對嗎 有些人這樣說 但是 如果用他的八字來看 應該明年才有明顯的改變 如果他想退休 都沒有那麼快 對 他是熟雞的 熟雞 你看看明年 熟雞的位置 上面寫著 麻煩你 紫微隆德的位置 我上面 紫微隆德 上面 上面 這裡 再上 這個 這份就是熟雞的 明年的榴槤 也是某女士 某高官的榴槤 那個位置 為什麼 紫微隆德 其實是說帝王之星 上面是紫微隆德 下面就是 暴敗 還有天厄 我不會解釋 但就這樣看下去 好像都 有些窄細 對 有些窄細 不太好 他窄不窄 我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說熟雞的人 明年的運程 是否這麼窄細 就要考慮多幾項 因為第一 就是本身你做的事 或者你過的生活模式 是不是好像紫微隆德 這樣 是不是一個皇帝式的生活 例如 不知道為什麼我馬上想起皇帝餐 即是節座餐的皇帝餐 每天都在吃皇帝餐 吃到你吐 如果你是在政府裏面做事 或者你接的工程、訂單 都是跟政府有關 那你下面的陸害、天厄 就會容易過來了 聽到明白 明白 如果你做的事 像我們這樣 我們純粹是節目主持 這樣就未必有關係 就沒有這麼承認 因為 要先承認 即是那個紫微隆德 都未必說你是高官 或者是很高職位 但是 如果是在 跟政府有關的工作 是嗎? 在政府機構裏面做的話 就要小心一點 沒錯 沒錯 但是反過來 如果他又不是政府事 但做事有點像政府事 例如 在醫院裏面做事 恩大人醫管局 那醫管局 某程度上是為人民服務 所以這件事也是有影響 再細分下去 12個生肖即是12份人 800多萬人除12 每個生肖都佔很多 難道裏面個個都是這樣嗎? 又未必 因為細分 屬雞 再分男女 因為雞是屬陰金 所以屬雞的女士更加認 這件事 嗯 你是屬什麼 我屬猴 你屬猴 即是上面 八座 哪個呢? 上面 月空 錄一錄 請同事幫我錄一錄 對 上面 右上角 八座 天解 逆麻 恭喜你 如果逆麻的話 明年你衝太歲 有機會去到很遠做事 就是離開香港嗎? 也不一定 因為我們在觀塘 可能觀塘 離了沙頭角 這樣去 這個是要恭喜 即是 去得遠才經貴 難道每天坐在這裡經貴嗎? OK 可能有外景 可能可以去靈探 你行不行? 他們有沒有邀請過你去靈探? 我拒絕 你遠距了 為何這陣子不記得AP? 他去了拍攝嗎? 對 AP最近很紅 即是在電視上看到他 對 電視上會看到他 他其實很少在這裡 對 AP 先問一下AP屬什麼 他真的很遠做事 他開始不認識人 是嗎? 他不聽你的電話 已經很紅了 上了電視 看鬼我們放台 喔 以我認識的 他沒有什麼 AP其實也會回來 好 我記得 他每次回來都在吃薄餅 對 我每次看到他回來都在吃薄餅 還有BOB在吃薄餅 好 八座 天解 下面是月空和碎坡 碎坡是不是壞東西來的? 因為你是沖泰稅 其實沖泰稅 因為我的玄學知識比較匹匹 其實沖泰稅是什麼意思? 沖泰稅 就是泰稅是你正宗對面 你做的一舉一動 都是跟他相沖的 那就是沖泰稅 如果是犯泰稅 通常就是要 避忌一下 沖泰稅就是相反的 什麼? 沖泰稅是否通常有些好事會發生? 不一定 好和壞都會來的 看你的泰稅是否適合 如果是那年泰稅不適合你洗的話 那你比較壞 或者轉變比較大 例如大屋搬小屋 或者是某些月份特別容易弄傷 但如果是好的話 那年你一轉完之後 可能你轉工或搬屋 一轉完之後便會好 即是說如果我今年有點差 夏年有機會便會好 這是人類的潛意識 有一種美化的角度 我今年有點差 我覺得夏年會好 為什麼呢? 差在什麼? 各方面 不要緊 你加入了這個節目之後 開始會好一點 是一個開始 因為這個節目經常是求變 嗯 其實都輕輕在這裡 跟我們的觀眾解釋 其實由第一代到現在 我們都 主持各樣內容 都不停求變 主要是因為受台長的啟發 他說做人不能夠一成不變 內文有些不同的元素 我們之前經常說很多解籤的東西 其實說得多 我不知道大家會覺得有點悶 其實大家都可以給一些意見 可能在玄學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如果想了解哪個範疇 有時候我們直播 因為我們的節目都是直播 其實都會看著大家的留言 所以大家如果有留言 都可以即時告訴我們 我以前收到很多意見 頭過一兩年 反而沒有那麼多人看 就變成了一個很少眾的節目 就經常在Facebook Inbox 或者WhatsApp 就收到一些留言 就說 嘩 我覺得你說的東西比較特別 跟一般的視頻信用 當然有點不同 你記住加油 咧咧咧咧咧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節目 開始多人看之後 就反而沒有這些 害羞嗎 我不明白 這是一個相反理論 好了 熟雞 雞上面那是猴子 妹妹又是猴子 猴子 猴子再分陰陽 這個金是陽金 即是應落男人的機會比較大 明白嗎 如果你是女士的話 你可能認識到一個男士 一個男拍檔 或者一個男貴人 可能那裡有些東西 引申到出去也不一定 但記住天解 天解這顆星 天解這顆星就是 咦 不知道你會不會明年有些事情 做一下不做 因為解是代表解開的 可能你搬家都認了 因為租約解除 合約解除 這樣也算 其實最好的顆星就是八座和逆馬 在你的身朝來計算 因為八座等於皇帝隔離的聖相 參謀大臣 如果你是出去幫人讀策 遇到一些人很想認識你 逆馬就去到很遠 可能是你 未必 我這些小人物 其實最要留意的是什麼 就是你碎破隔離的月空 月空就等於有機會吃不到下肚子 即是有得看沒得吃嗎 是啊 哎呀 即是機會閃過了 哦 但有得破解的 如果我有這個心情之後 我就可以捉緊多些機會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應該說 你不要太介意機會大還是小 大小通就是這樣 嗯 嗯 好了 如果你計算某女時七年 其實明年就普普通通 嗯 但你說她暴敗 那顆星 她可能有一些行政上的事情 突然失敗也不期 所以這句比較小心一點 好 接著 我們這個流連運程 首先說回 淑虎的人 因為明年淑虎 淑虎 淑虎 然後呢 在那邊 在窗口那裡 在那邊 最窗口 在哪個字呢 在太陰那裡 再窗口 另一個窗口 這裡 人 那她是泰瑞 其實泰瑞 就是 最能衝到的是猴子 其次還有什麼要怕的呢 就是屬蛇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屬於形態稅 形態稅是坐劍鋒 劍鋒隔壁是甚麼字 福斯? 還有匹馬 這些都好像是 這些聲音很大 雖然不會解釋 但聽到這些詞語好像跟死亡有關 等於明年是本命年 譬如你屬虎的話 就有以上的影響會發生 劍鋒解開道 福斯就不能去探病民喪 匹馬就完全是喪事 地殺的人不用怕 跟殺字應該不是好意思 你覺得很辛苦的意思 可能下年不太好 跟這些新老病死的事情 所以最值得留意 屬虎的人今年有沒有這些潛在問題 例如家裡有人病 或者本身是 有些病人應該要去處理 你偶然沒有去做 明年麻煩就會到 所以要小心一點 好 是時候我們說一說 這個 那個 通性 我們經常說 第二 其實 不要說明年這麼遠 如果今年這個月怎麼過呢 農曆的9月 即西曆的10月 其實還有一條數去計 每個月有一個運程去計 不如 電話號碼是0至9 其實那個星 就是那個數 在每個月的月曆第一頁 就說他發生什麼事 這個就是我們Part2會說 還有第一節的最後都會說 那 今晚問你 今個月 19日是什麼日 你看到上面 農曆十九 農曆十九 看看這一節 這一節 列星神丹日 列星神丹日 列星 是不是這樣 你從哪裡看到 是不是在紅色字 不是 下面 19日就需要觀世音菩薩丹 哦 看到了 這個月就很重要 有個觀音丹 開一開觀音章上來看看 那就是十月二十四 還有幾天都到了 今天都十八了 對 這個是說新的 十月二十四 接下來是星期日 這個星期日就是觀音彈 希望各位那天可以 預數 食齋 放山 即是積下功德 其實說起這件事 有一個 細微的位置 也想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我久不久都受到一些 很 Hardcore的宗教人士去批評我 他說 你這樣做真的有點太商業了 他說 你經常搞這些功能出來 那我問為什麼這麼商業呢 那 我問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說其實 這些是 一些外法 你有聽過外法嗎 沒有 是外力 外力的意思就是借力 在外面借力 例如你特意拿個神像 拜拜拜拜 接著要供佛登 求求 求到你覺得他漂亮 這些就是愛力 他這樣說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 真正的深層次意思 就是 在自己心裏面 對 人應該有自發力 譬如我跟你在樓下吃東西 看到有個小朋友跌倒 我們什麼都不要想 立即扶起他 這就是慈悲心 他的意思是說人的慈悲心 不應該透過任何的佛像 或者一些有意象 有企圖、有目的的東西去產生 應該是由零開始 從你自己最深層自己的培養出來 其實是對的 但現在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連這個心也沒有 所以就要特意用一個方法 去引導他的慈悲心出來 其實我也認同 因為有時候如果人的約束力這麼厲害 這個世界上就不需要有規罪 就要減少很多麻煩 不需要一些弱條 也不需要一些儀式 我覺得所謂一些儀式 或者一些愛力 可能是一個提醒 或者一些方法 或者讓自己可以持之以恆 去由愛至內內之外 沒錯 其實說到最後 尤其是我們鑽研了很多東南亞的法門 都知道 其實萬千法門 最後都是想引導各位 釋法慈悲心出來 但是如果突然叫你 無端端自己在家裡唸經 自己去食渣 你又不會做的 有時候有個人帶著你才會做 這就是一直奉行的宗旨 引導人走這一步 但在引導的過程中 我們也要交租 燈光等等都是一些花費 所以才有一個很輕微的收費 我們馬上有個女聽眾說 什麼 新的女聽眾 歡迎她 她說這個世界充滿了寒冷和自私 所以她說這個原因 會有很多這些挑戰 都是的 但其實你又不能小看法門 我剛才說宗教人士評擊我 批評我做這件事 其實是因為他們本身已經超脫了生死 譬如有些人抱著初生的寶寶 去見這個得道高僧 可能希望她說一些恭喜的說話 或者說一些好的說話 她是不懂得說的 她就會說 希望她真的懂得投胎 即是超脫了另一個層面 所以我們在世人 其實如果簡單一點 你想得到一個磁場的運程 或者希望你的生活減少麻煩 我要離苦得樂 即是離開所有的麻煩 其實透過這個活動 可以開始培養慈悲心 但反過來 如果你說我真的不太好 說真的 我也不太相信 不要緊 立即看看電話號碼 因為每個人一定有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已經代表了很多東西 阿姆你告訴我 這裡有三個號碼 這三個號碼是誰最好的 第一個我們選擇的 是六字頭 就是六六零八一九七九 第二個就是九一九八九四九六 第三個就是九零九九四八六八 這三個電話號碼 其實有很多個九字 其實是 我想 就是 越多九八 這些就是越好的 是 如果要這樣選 因為六其實也很好的 其實我不太記得 你說得很有權威 你先說完 然後 然後 我說錯 我會選 九零九九四八六八 為什麼 好嗎 好嗎 先想想 九一九八 好像是一號 因為它 沒有了 來一次 你再選哪個 給多張票 你再撕一次 九一九八 九四九六 這個 紫遇都 聽了幾年 大家都知道她選哪個 觀眾都要認識紫遇 因為我們對面有同事提一提水 本身 我也在想這兩個 她好像在看賽馬 跑哪個呢 不是呀 哥哥 因為我分別是在於九之後是零還是一 我剛才是想的 都對 其實阿妹怎麼選呢 因為她選了168的數 168的數是比較好 其次就是九零九四八六八 因為她是三個九 其實你九一九八有四個九 其實就等於下一個運 入到九零二零二四年 二十二年 這四個就變成財星 怎麼都會 咦 原來是你的電話嗎 哈哈 這個是不是紫遇的電話 你給她 我記得你要火 紫遇都立即爆咪 6608、1979都不頑 因為她頭三個是168 168是好數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 簡單來說 如果你說 我沒有時間去拜神經佛 或者很難解到牛肉 不要緊 最重要 你的電話號碼不要太差 差的定義是 知不知道是什麼 不要選什麼 不要選什麼數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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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黏著二 如果有就很麻煩 立刻想一下自己的電話號碼 我記得你好像沒有 沒有的 有個五字 還有最後一章 麻煩你 接下來這個榴槤就即將到 其實榴槤榴槤代表什麼呢 代表什麼呢 就是等於 你自己的命盤那顆星 走到哪個空位 走到 譬如 假設 走到雙魚座 白魚座 究竟地球 太陽 和月亮這三個層次 形成一個什麼角度 就會在不同的時間 例如是立東 立下立秋 這四個極點裡 去有一些特別事發生 所以看榴槤就是要知道 命徒 或者時間點 從哪裡開始你要特別小心 保守一些 或者進取一些 例如很多人想著明年 最多人想著現在是什麼 你猜一下是什麼 疑問 對 開始跟你有默契 每晚九點幾個班機都是爆發的 對 因為最近很多朋友疑問 你那個層面也是嗎 對 你的死人90後2000後 因為我這個 我90後 因為很多朋友 如果他會計劃生小朋友 其實90後也不小 對 不要問我幾歲 對 那怎麼辦呢 想生小朋友就去第二條生 很多人他們離開 都想著可能他們會再組織家庭 那就決定是離開 那有些人的命很極端 有些人就很直接 極度需要 我們叫遠走他鄉 或者破祖尼家 他的命就是破祖尼家的命 那些移民就很爽 很快 去到那裡有很多事情做 有些人 絕對不能夠破祖尼家 他就千萬不要移民 因為移民之後 可能很多意外 很多病痛的事情會出來 怎麼看呢 要開個命本體 其實是看父母星 所以有時候看到 我們就知道 應不應該建議他移民 就是在榴槤那裡可以看到 榴槤除了八字 而在榴槤之外 用塔羅牌 我們都可以看到 即是逆經塔羅 我們會有一個牌子 放到出來 就看到 簡單來說 譬如說 我不想聊太久 可能簡單 十分鐘 八分鐘裡面 我知道明天的榴槤 行不行呢 都可以的 我們遲些會再公布一下 流程是怎樣做 好 那最後二十秒 呼籲一下 我們Part2玩些什麼 是 Part2 我們今天 都會有 心理的測驗 師傅剛才說的 那些 號碼轉落 月份的運程 是嗎 是 還有號碼轉落 月份的運程 然後 剛剛 剛才Irene是新的觀眾 是 是 你想說什麼 沒有 吳英 她應該聽得懂 我們接下來 會進入修法時段 所以 有美國的粉絲 所以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或者 剛才那些問題 我怎樣可以知道 例如你計劃移民 或者在外地 有其他事情想做 可能在Part2 想再詳細 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 然後 都可以 或者開出生年月日出來 看看都可以 是 會有電話號碼 或者 心理細緣 對 心理細緣 9萬多元 所以 如果大家還未成為 我們的付費會員 就可以上我們 Edmondpun.com 成為我們的付費會員 其實可以用月費 或者 你只是用 BBcorns購買今集 其實都可以的 對了 現在才有些觀眾留言 對 為何淪汕水才進來 嗨 好 我們Part2見 首先選擇購買類型 再按付款方式 選擇PayPal或信用卡 然後按進入付款頁面 輸入你的電郵地址 和密碼後 按登入 然後看清楚你的資料 是否正確 再按繼續 交易完成 無需等待 馬上開通 如有任何問題 可在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1點至6點 致電3703-3726查訊